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伊贝诗伊贝诗谈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图牛客户端赢百元现金券 本节目由海伦凯乐林志玲专属太阳镜大力支持 打开微信摇一摇摇电视 进入到爱情保卫站的互动页面 百万红包等您来拿 现在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站的官微即可 网上报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谁呢 他们是著名的心理专家 余吉进 余老师 欢迎余老师 华余嘉欣的高级副总裁 曲伟 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爱情导师 涂磊 涂老师 欢迎涂老师 我们先来了解第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 这个男生说他想活在古代 女生的最后一句宣言 确实有这个意思啊 你是我的初恋 你就要对我负责一辈子 来 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鸭23岁来自唐山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张 同样23岁来自邯郸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同学吗 同学 大学同学 大三才认识的我们 前面两年怎么就荒废了呢 我妈从小就告诉我 不要那么早谈男朋友 然后我也没有想过 就是大三的时候 我在图书馆学习 然后她坐我旁边正好 然后她就后来就认识了 好可爱 然后呢 她先追着我 我不知道当时她怎么知道 就是我喜欢周杰伦的 然后她就说 她也是周杰伦的粉丝 后来我就挺关注她的 你怎么知道 人家喜欢周杰伦的呀 就是当时见到她的时候 然后挺喜欢她的 就默默地关注她 就一见钟情那种是吗 算是吧 然后看见她挺喜欢周杰伦 就是很多东西 都是用周杰伦的 然后我就 恶补了一些周杰伦的东西 然后她看着我这个挺用心的 然后就慢慢地接受了我 你为什么说 像活在古代的人呢 她这个人吧 就是说思想太保守 而且保守得有点过分了 男女出对象 谈个恋爱 然后你说拉拉手 接个吻 都挺正常的事 然后在她看来 就是特别特别严重 拉没拉 拉过了 但是这是一个挺让我伤心的一个故事 那天就是我们百天纪念的时候 百天 你别用这词 百天纪念日 好好好 百天纪念日的时候 在他们宿舍楼门口 我给她又掰满了蜡烛 然后掰满了花瓣 旁边那么多的人看着我们 然后我感觉这多幸福啊 多好啊 我就冲上去 我就借着这个劲儿 我就吻了她一下 好好好 但是她甩手就给我一个大嘴巴 完了还说我臭流氓 当时咱们俩在一起才一百天 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当时那么多人看着 然后她上来就亲我一下 我当时就特别不能接受 我就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打我 人家觉得认识时间还不够长 对啊 才三个月 你说关于这事 你说过去也都过去了 她感觉认识时间不长就不长了 你说但是呢 你说她对我身边的异性朋友 也是就是那么过分 怎么过分呢 就是有一次我们班 举行一次那个私名牌的一个游戏 然后在操场上 我正玩得热火超天的 挺好玩的都 然后她可好 过去以后把我拽开了 拽开以后 指着我旁边的女生 都开始骂人家 不要脸 那我当时为什么骂她呀 你们当时那么多人玩游戏 男男女的 玩什么游戏啊 需要你在后面抱着她 然后撕名牌 我当时看见 我就特别看不过去 过去我就把她拽走了 然后后来她因为这事 还跟我吵架 不是 那你也不能骂人家吧 你想过你骂的那些词 人家是个女生 说得特难听是吗 就是稍微有点难听 她就是接受不了 我跟异性走得有点过近 你那是走得有点过近吗 行 这事过吧 怎么了 她要分手是吧 你不同意是吗 她现在要跟我分手 我现在坚决不同意 她跟我分手 为什么 因为她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她是我初恋 而且她都吻过我了 她就应该对我负责 然后她现在说出 这么不负责任的话 对 你都吻了人家 你要对人负责 关系 我不是不对人负责任 你说她吧 现在我们俩感情 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 就是我们俩性格现在差异特别大 然后我感觉 已经没有必要再往下走了 我觉得咱俩一直都挺好 在一起也挺开心的呀 为什么非要分手呢 有什么矛盾 咱俩不能自己解决吗 对 对 你把这话说开 为什么跟人分手呢 就是除了对我的异性朋友 对我的同样朋友 他也不让我跟他们走近点 然后每天就是管着我 就让我们社友 恰巧碰见了在校园里 然后说回家走打麻将去 你说他怎么说 上学打麻将 就是一种娱乐的方式 他就是爱打麻将 跟他们宿舍的 那天也是 就是我们俩刚吃完饭 散步了溜的呢 挺好的还聊着天 然后他宿舍人就过来了 上来就围着他就说 走啊回打麻将去 然后他当时也不说话 也不吭声 那我肯定不能让他回去 我说不行 我们俩还没玩够呢 然后回头他就因为这件事 他觉得我给他掉面子了 那确实是 那是我的朋友 我们社友 也在一起住了三四年了 你知道我也有我自己的生活 那你那么早回宿舍干嘛呀 我就是想让他每天多陪我一会儿 马上毕业了 毕业以后哪有时间 就是天天在一起啊 然后我就是想跟他多待一会儿 我想让他多陪我一会儿 但是就因为这么点事 就三天两头跟我吵架 我就感觉他管我管得太多了 我就是拿手机 然后聊天呢 跟谁聊 跟我以前的一个朋友 那就是他前女友 那你说清楚啊 你这孩子 就是简单地聊到那儿了 也没有说别的什么 就是有一次我生病 然后他给我煮了一个蜂蜜雪里水 然后就是一锅 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然后拍一张照片 还晒晒晒朋友圈 然后他后来呢 我看见他把这个照片 就发给另外一个女生了 然后后面还说了一句 离开你我学会的照顾人 这肯定是他前女友吧 然后我上去就把他手机夺过来 抢过来手机以后 看见他前女友又紧接着跟他说 希望我们俩早点分开 希望我早点离开他 那你前女友什么意思呀 这么说 人家就是聊天聊到那儿了 也没有说什么别的 你也都看见了 我就是说发个照片 感觉跟人分开以后 我说我也就是出了个新的女朋友 也挺好的 跟人秀一下恩爱 你说你老爸问题想得这么严重 他老是爱追究这些事 就追究我跟我的异性朋友 同性朋友 上次我们班要出去玩一玩 可是他就死活不让我去 对呀 他们以前男男女女的 还晚上夜不归宿 那我怎么能放心他呀 我必须得跟着他去 他要不带我 我就不让他去 带你去了吗 带了 最后带了 那不就没事了吗 带他去了 他到那儿闹得特别凶 就是玩个真一话大冒险嘛 然后我输了 输了以后就是说 让我拥吻他一首歌的时间 我觉得这尺度太大了 我根本接受不了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做了什么姑娘 然后我就跑了 跑了 你跑之前做什么了 他跑之前 他把我周围的朋友全骂了 说他们玩一些 不入流的游戏 我就只能安负我朋友 我说 那个你们先玩 然后我出去解释一下 啊 出去解释我都找不着人了 然后打他手机 他也关机 去哪了 我第二天才知道 他回宿舍了 是啊 我当时是回宿舍 你第二天看见我 你也不先安慰我一下 上来又开始怪我 那我当时就跟你说了 我不想跟他们玩 这种这么无聊的游戏 你非要拉着我玩 最后闹成这样 然后你又怪我 不是你知道我那天晚上 我们找得多着急吗 我们全班人 谁也没玩好 都去找他了 啊 有脾气 你也不能这么乱发呀 我就感觉他对女生 就是过于关注 总是有一些这种行为 让我接受不了 啊 就是比如说 他就喜欢看那什么硬客 就是美女主播那种 啊 然后还花钱给人买小礼物 我觉得这样太肤浅了吧 你给他们买什么礼物 你认识他们吧 对 给你买就对了 对吧 对啊 就应该这样 你这臭小子 你看 那些就是一些娱乐节目 我感觉挺有意思的 然后看了我也挺开心的 就花了点钱 其实也没什么 但是在他看来 这些都是天大的事 啊 我感觉我们俩现在 就是性格上 已经差异特别大了 嗯嗯嗯 可能最早看上他 是不是也因为他挺单纯的 对 当时单纯点 我感觉也挺好的 没想到单纯之后 啊 就是感觉他太过了 我感觉现在 那现在怎么了 就是我跟他说过 他也改变不了 我也没法再融入他了 我就感觉现在 已经异地了 怎么叫已经异地了呢 就是当初是说好了 要去北京 就一起找工作 但是我们家突然说 在唐山 给我找好工作了 我就回去了 我今天来就是想记着 就是已经异地了嘛 然后感情也不像 以前那么好了 就分开吧 不行 我坚决不同意 人都要跟你分了 你干嘛还非要 跟他在一起啊 那他都亲过我了 怎么能跟我分手呢 你看他还是这样 只是亲了一下啊 就是百天纪念日那时候 然后还是那一次 就是还被打了一耳光那一次 是吧 对 好 那他亲过我就得对我负责呀 他不对你负责怎么办呢 那我就不跟他分手 你就不跟他分哪 哎呀 你家里几个孩子呀 就一个 就从小我妈自己带我 也挺不容易的 哦 爸爸呢 就早就和我妈妈分开了 哦 母亲是不是特别呵护你 嗯 对 我妈从小就告诉我 就是对男生要保持距离 女生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哦 要矜持是吧 对 那就是因为他亲你 不是因为你喜欢他是吗 我也喜欢他 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而且是我初恋 我们俩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挺好的 我感觉就是 我们俩竟然选择在一起 你如果有什么问题 咱俩不能解决吗 为什么非要说分手呢 我通过一段时间去改变你 我也通过一段时间去 我想着要融合你 但是我发现 已经 已经没有希望了 非跟他是吧 嗯 让三位老师帮你啊 他们要帮不成你怎么办啊 那你帮帮我呗 我没戏 孩子太可爱了 来一起进入秋皮特份卷 妈妈去哪儿了 妈妈现在在北京 没有 我觉得妈妈 附体了 就在你身上 你所说的话 包括你的很多姑娘 我爱在北京 不太太 有点儿不肯放在我 你不愿意 没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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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回去告诉你的母亲 所谓的品性高洁是内心生活要阳光 同时要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好不好 保持自己的内心的矜持并不是外表上的 而是思想上和品性上的 好不好 不爱就放过它 如果真爱就体谅 谢谢老师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可能我的有一些关键是错的 然后老师说了以后我会改 就是希望他别离开我 我尽量改以后不是以前的样子 你今天后悔 他当初在那么多的同学面前 那么浪漫的一个场景下 亲你你打他那个举动吗 嗯 后悔 好 麻烦你帮我把这件事逆转回来 逆转啊 来 回来吧 回来吧 你哭什么呀 你要走你哭什么呀 刚才老师突然说的 然后仔细想了想 希望他真的能够明白 然后为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我也感到挺惋惜的 你讨厌 你要那么难受 干嘛非要分呢 挺好的女生 我感觉我们俩真的挺不合适 他要改了呢 他要变了呢 其实不就四个字吗 不解风情吗 他要解了风情呢 但是我不是强制让你去 一定要跟他好 要走就走得坚决 别再拖泥带水 听见没 对 我今天就是要分手了 你难受了是吗 为什么 他刚说要分手了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过去就过去了 女生矜持是需要的 不那么开放也是需要的 不胡来 OK了 你现在有很多事做得太急碎了 太过分了的意思 比如说 他不喜欢你了 你不是说你不能不能走 而是说 我爱着你 如果你不爱我 你可以走 还会有人在爱你 他不欣赏你 你不代表你不好 知道吗 姑娘 成长 长大很重要 来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刚才老师说的挺多的话 我希望能够听进去 既然咱俩已经感情不在了 那就分开吧 我觉得咱俩一直都挺好的 之前没发生什么过大事 我希望真的能够懂我 我想要的生活不是这样的 但有什么问题 咱俩不能一起克服吗 刚才听了老师的话 我也知道是我不对 我知道是可能我有一些观念上的问题 我以后会改的 放弃吧 回不去了 什么都回不去了 我就是希望你别离开我 其他什么都可以 希望以后能找一个适合你的人 我也会找一个适合我的人 其实看着挺心酸的啊 两个特别可爱的孩子 来 同学握个手说再见 去吧 回去吧 回吧 这种是看着最难受的 来 请关门 很单纯的一个女生 不会去爱 一个不成熟的男人 又无法欣赏这一切 但是我想这种难受 大概是人生经历当中的 一个必然的过程 我觉得至少男生是成长 女生到底有没有成长 我们要看看他们最后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请开门 住手 你给我住手 你为什么回来啊 我发现她真心地想要盖过 我希望今天能留住她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啊 万一跟她谈恋爱失败了 不一定非嫁给她吧 得嫁给她啊 如果你发现这臭小子有一堆的臭毛病 还嫁她吗 嫁 姑娘请记住 爱情 生活 所有的事情 都应该允许自己有成功 有失败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小Z 你要用你所有的爱 去暖另外一颗心 那个付出是很大的 你愿意为她付出吗 我愿意 那我们一起来见证一场 新爱情的开始吧 各位请见证 以后请你嫁给我 他们很轻易的 这个倒是可以轻易的 要保持一杯 实际礼物送给你啊 谢谢 要允许有失败哦 如果发现她是个坏小子的话 你会 分开 对了 回吧 祝这样一队年轻人 稚嫩的年轻人 在他们情感 压压学步的道路上 能够走得好 走得稳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 下一对嘉宾朋友 他们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两个人结婚三年了 孩子也快三岁了 总想把最好的给孩子 但是她却不这么想 我们的经济条件 本来就不好 她总是跟别的妈妈比 我觉得她做得太过了 我嫁过来 从来没索取过什么 就是希望她 对我们的孩子好一点 我对孩子做的 每一件事情 她都不满意 总觉得我做得不够好 现在又在限制 在孩子身上的支出 我真的不知道 她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她一点 尊心就没有呢 这一个家庭乱局背后 究竟是一些 怎样的乱麻呢 让我们掌声 请出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军 37岁来自湖南 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许 30岁来自河南 如夜 来 有请 有请这对夫妇 有请 欢迎两位 一个湖南 一个河南大老远的 怎么认识她 原来我们俩 都在深圳打工 打工的时候认识她 这朋友介绍认识 现在在哪儿生活 深圳吗 我们在唐发 回了你的老家了 是吧 是的 是一结婚就回去了吗 没有回家结婚 为什么呀 因为当时我家里 我父亲生病了 没有 我妈也不在了 就父亲一个人在家 他病了的话呢 身边没人照顾他 我就跟他商量 我说我们回我老家去 他也很坚决 当时很支持我 我俩就把工作啥的都迟了 就回我家 那现在老父亲身体怎么样 我父亲已经不在了 走了 什么病啊 癌症 支撑癌 癌症啊 对 等于老父亲发现了癌症 这姑娘还嫁给你 等于嫁进你们家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 伺候老父亲 是这意思吧 是的 因为我爸申请了遗愿 也就是想看到我结婚啊 生儿的 做个爷爷啥的 但是还是没赶上 差一点了 老父亲没有看到 你们孩子出生 孩子出世的时候 然后就擦俩月 没赶上 那也挺难的等于 是吧 两个人感情 还不错吧 以前还是挺好的 但是不过 那孩子出世以后呢 这事就多了 就跟战场一样的 经常就吵架 为什么吵啊 小片里说了 就对孩子不好是吗 我就觉得 你孩子们总想给他最好的 但是我老公不这么想 特别是他现在 又限制孩子 他身上的支出 我就觉得 既然你把他生出来 你总要对他负责任 对不对 对对对 他爷爷奶奶也不在了 结果我们两个人疼他 你为什么不多疼他 我就觉得 他应该很疼孩子的吧 那孩子是有肯定疼嘛 这种方式不一样 他接受不了 你看就像有一回 他把孩子奶瓶打碎了 我就让他买一款 一模一样的 他就觉得贵了 买了140多的 但是你孩子不用啊 因为他那种材质啊 他已经用习惯那种了 他就觉得不想给孩子花钱 是不想花呀 还是确实手头比较紧的 那肯定的 因为他自从带小孩以后 也从来没上过班 也没说去这个家 也没不给他当 所以每个月我发了这点工资 一个月就能挣这么多钱 你说孩子要用的开销地方可多了 那他就凡是用最好的 你不想想一个月就这么点钱 我爸生病那会借了钱 你不知道吗 那这会还没还清呢 那你说这日子咋过呀 一个奶瓶的两三百 奶粉要进口的 衣服要穿那个大品牌 啥都要最好的 你说这怎么怎么 你孩子小啊 他抵抗力没那么强 你总要选一选 对他身体好的来 特别在那几个月的时候 他对什么东西都好奇 他什么东西都把我嘴巴里面放 你肯定要选那种无毒的吧 你整天在家带着他 你不会不让他晒呀 我也不可能时时刻刻叹的 我总要搞卫生吧 总要做饭吧 我一个人在家 这不是我做的吗 你应该比较节俭对吧 是的呀 你老公节俭吗 我们两个现在都很节俭 你说他为了孩子 把我俩磕磕成啥样的 真的我上个班 我就整天穿个工装 皮鞋就五十块钱一双 完了他在网上给孩子买东西 我说给我买件衬衣 也就三五十块钱 不给 给孩子买的给你买啥呀 那他自己呢 他自己也舍不得花 好 这次为什么来这儿啊 因为咋叫上幼儿园了嘛 我就选了一个条件 比较好一点的 他觉得太贵 上不起 我以前是农村的 我没享受到的东西 我就想让我宰享受到 然后他就是我的希望 我只要有的 我就想给他提供 这个幼儿园 一个月多少钱 一个月才五六千块钱 您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一个月也就挣这么多钱 那把这个钱都给了 宰上幼儿园了 怎么办呢 上了幼儿园以后 我也可以上班了 我也可以负担一部分了 我不这么想 很多东西不是说 你想着那样子的 但你实际上到那步的时候 真的就很困难了 我就想着现在节省一点 我俩现在还欠了账呢 欠几万块钱呢 那我得把这账慢慢还清 再一步一步地来 你这一开始就要求这么高 光一个小孩现在还没上药严 一个人花好几千 你说我自己一个月 真的中午呢 我也不回家吃饭 在外面谁不就几块钱 应付一餐 真的都死成这样子了 他自己也是的 我给他买件衣服 他说不好看 应该退了 自己再加点钱 给孩子再去买件鞋 你说他自己都这样了 我觉得真的没必要这样子 真的太过了 你看我从08年开始认识你的 你看这么多年了 从认识到结婚 我们当时是属于裸婚 你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 我也嫁给你的 我就想着 你对我们宅好一点 你休息的时候 能不能多陪陪他 多疼着他 小孩子 他长得很快的 你不知道吗 一下子你就抱不了他 你看他笑的时候 难道你不觉得心里 你很大的安慰吗 他童年这么短的 我没有其他要头 我就想让你对的都好一点 评价一下你妻子好吗 我老婆其实没别的 我俩08年在一起到现在 现在已经8年时间了 很少有这样的女人真的 她从来不对你要求什么 强力要求你要 像有些人家这样买这样买名牌啊 买买买什么精气啊这样那些的 而且性格也比较好 我也知道他心里苦 他都忍着 他都憋在心里 这次来的也是他因为 可能心里面憋得太久了 太憋得太久了 评价一下你老公 我老婆这个人呢 他有时候 有点孩子气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人蛮有上进去 蛮有责任性的 但是生了孩子以后 我就觉得他松懈了 他那个责任性已经不强了 我就想着让他以后 可以踏踏实实的上班 不要再想着 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 他现在没有踏踏实实的上班吗 我们回到长沙以后 可能工作不顺利 他就老换工作 然后换了工作以后呢 他肯定就是说 我们就工资接不上去 然后我虽然说 我想给孩子用好的 什么东西都想用好的 但我也没办到啊 你一个月就那么多工资 是不是 很多讲述其实挺让人揪心的啊 尤其是当这个妈妈 说到孩子童年很短的时候 我看两位都啊 好吧 看看老师怎么帮你们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的确有个孩子 感觉就不一样了 但是说心理话 其实对这一块呢 我更有心得 为什么更有心得呢 本身我是搞心理学的 在我接触成年人当中 我发现其实 很多人的这种心理问题 包括在现场 很多年轻的嘉宾 他们在恋爱观 和为人处事层面上 可能会有很多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 其实如果追溯下来 你发现他会和父母的教育有关系 父母没有不爱自己孩子 但是不小心 却爱错了自己的孩子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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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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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说老婆 这么些年真的不容易 我们再坚持坚持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会努力的 给你们最好的 哦 我也改变 我们一起加油咯 你干嘛你 抱抱抱抱 老婆她是最好的 你进来吧 你看要哭的吗 你们上次这么拥抱 是什么时候大概 没生孩子之前 三年了 三年了 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所以你做这种节目的时候 才能体会嘛 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来 请关门 请关门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土豆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VTV剧与力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这对夫妻最后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请开门 好呀 拿个什么劲啊 快跑吧 快跑吧 这老婆好不 我老婆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婆 你这老公呢 也好 不是最好的啦 你看 你看 谁是最好的呀 老公是最好的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吧 各位请见证 送给您 要保持一杯诗 不仅对老公要好 对孩子要好 对自己要好 好吗 好 谢谢 改变自己哦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请回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一杯诗爱情保鲜记 胡老师 爱宝官微的网友提问说 我母亲查出了乳腺癌 本来跟男朋友定明年十一结婚 现在男朋友的母亲 却说要考验我一年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很显然对方的母亲 不希望自己的儿子 被你母亲的病痛所拖累 但是不要怨恨她的母亲 任何的父母都会 这么为孩子所考虑 但其实你母亲的病痛 对于你的男朋友 倒是一种考验 如果她留下 请珍惜 如果她选择离开 也不要怨恨 好 谢谢图老师 我们的节目 使用保湿护肤 领先品牌 一杯诗冠名播 出的药保湿一杯诗 一杯诗谭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到 我们的节目中来 可以关注一杯诗的 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杯诗的线下 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提醒您节目 首播期间打开 图牛客户端 赢百元现金券 我们的节目 是由海伦凯乐 林志玲专属太阳镜 大力支持的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